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第398期ETV 我是主播蔡東站 在新聞的一開始 先帶您快速掌握本週的新聞焦點 中正藝術季慢一點生活 彩虹前導活動宿主計畫談愛滋 公民青年聚落啟動在地議題 金皮雕工作室原名特色皮雕 中正藝術季系列活動 於3月17日正式展開 今年以放慢生活步調 作為整個活動的發想主軸 活動內容多元 相關活動包括 什麼事集 回家展等 都是希望透過藝術和生活的結合 讓同學們省思現有的生活模式 一年一度中正藝術季於3月17日開跑 今年活動主題名為慢一點日日 希望透過藝術與日常生活結合 讓忙碌的生活步調變得輕盈 慢一點日日主要是希望可以把人生中每一個經歷過的每一件事情把它串連成一個點 希望放慢腳步藉由藝術的表現手法去把這些點串連起來 日日分別代表著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事情跟一些不好的情緒或是衝突 希望可以藝術季這樣子的10天 微期10天的策展的活動 然後把這些事情可以都讓大家去 放慢腳步然後去喚醒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文創市集是每年藝術級的重頭戲 今年的市集規劃有別於以往 吸引許多同學抽空到這來逛逛 因為之前是在行政大樓前面那邊辦 然後我覺得比較熱鬧的感覺 然後今天來這邊是覺得其實蠻特別的 在就是圖文小金這邊 然後又搭配這種比較文創氣息 好像其實也還不錯 除了動態活動外 在圖書館二樓也有以回家為主題的展覽 讓同學在平凡的空間中也能找尋藝術和生活的連結 像是回家的壓力或者是父母給的一些關心 可能在20多歲這時候我們會覺得是理所當然 或者是會覺得煩會覺得不喜歡 可是可能這個在步入社會之後 這就變成更難的一件事情 可能之後越來越忙 更難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家人相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回家 或是就現在打一通電話回家給爸媽這樣子 藝術級豐富的系列活動 希望帶給同學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期許在課業繁忙之餘 也能踩著慢一點的步調擁抱生活 中正醫報 張亞裕 何佳玲 中正大學報導 中正大學青綠社在校內推廣各式環保活動 例如自備餐具 做好垃圾分類 並宣傳相關環保知識 未來也計劃推動更多環保活動 例如淨灘 提供同學們觀察環境的機會 進一步的了解環境的現況 以提高對環保的關注 中正大學青綠社創立至今一年多 在環保方面的推動不遺餘力 希望讓更多同學了解環保的重要 我們當初想說 可不可以藉由成立一個什麼樣的計劃 或者是團隊或是活動 然後可以藉由這東西來推廣我們學校的環保 或者是綠色校園的概念 讓學生可以對這方面的東西能夠更有接觸的管道 日前青綠社完成圖書館餐飲室的垃圾桶美化 像鐵旅館、紙餐具、便當 或者是塑膠之類的 他們都會 除了狗狗插畫之外 把狗狗插畫跟垃圾分類的做結合 我是覺得是一個玩具巧思跟創意的一個設計 未來計劃推動更多活動 讓同學們可以親身參與 我們這學期跟學生會還有紙青社 然後有想要辦一個淨灘的活動 然後可能可以實際看到一些 就是我們製造的垃圾 或是一些塑膠的製品這樣 然後應該說可以讓同學比較知道說 現在就是海洋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然後可以比較引發他們的 對這個議題的關注吧 新綠色不僅舉行環保活動 也拍攝了收納塑膠袋的教學影片 希望用自己的改變來影響更多的人 讓中正大學成為真正的綠色大學 中正一報林嘉宇中正大學報導 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口在今年來持續攀升 因此也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 宿主計畫唯一項針對艾滋病代言者的攝影研究計畫 攝影藝術家劉仁凱 即由創作提艾滋感染者發聲 希望讓社會大眾透過第一手資訊 去了解統計數字背後的真實原因 宿主計畫為台南彩虹大遊行的前檔活動 針對艾滋病代言者展開一項攝影研究計畫 進行訪談及影像創作 並舉辦座談會 邀請兩位計畫參與人現身說法 希望能減低社會大眾對於艾滋病的誤解與刻板印象 這一開始其實是為了希望能夠透過藝術動作的方式去理解 艾滋感染者他們生活的樣態 根據衛福部疾病管制署107年2月份的HIV月報 因為男男間不安全性行為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 將近6乘3 然而不安全性行為並非只發生在男同志之間 為什麼他們卻成為感染艾滋病毒的高風險族群 回到這原始就是我覺得這跟男同志間會出現的約炮文化 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同志的確平常生活中就是被移民 他的信譽就是被壓抑住 可是為什麼會出現約炮而不帶套的行為呢 撇除掉某些人他的確就是覺得自己可以承受感染的那個風險 而去無套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同志間如果有在使用毒品的話 這個毒品文化裡面會讓 會有那個風氣是用毒品做愛的時候不帶套 而網路交友正是同志最常用來交友的方式 所以這間接著就導致同志有很 我覺得就是至少就是一定比一般人高機率的容易碰到毒品 那從毒品進而產生的害子的問題也就在這裡出來了 那可以從很多個面向去討論 例如說安東之主權因為現在比較能力接觸到這個疾病的議題 所以他們就會比較主動去再見 那另外一方面是或許真的有部分的安東之他們的生活 或洋台確實是更加容易製作到這個病毒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討論說 導致他們生活習慣的這些求證或的原因 又會是什麼 或許是因為說 還因為寂寞的關係他們必須要把他們當分的時間 或者休閒時間排棄在某些行為上面 我覺得這是我們或是我的計畫裡面主要想要討論的事情 所有問題的背後都不會只有一個原因 而看待問題的角度也絕非單一 統計數字呈現出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但真正重要的是去了解這些數字背後的原因 才不會產生誤解與刻板印象 中正義報協會於台南市報導 0-3歲的孩子正處於成長黃金期 此階段的教育十分重要 嘉義市西區托育資源中心在政府的規劃下 不僅提供托育資源服務平台 更開設多元親子課程 幫助學齡前兒童身心理發展 並增進親子關係 在雙新家庭比例高的現代社會 孩童的學齡前教育仍是不能疏忽的重要課題 為了滿足家庭教育功能的不足 嘉義市西區托育資源中心的服務 為父母提供一個平台 作為育兒活動及成長的友善環境 蘋果裡住著大毛毛蟲 小蘋果裡住著小毛毛蟲 嘉義市政府在民國100年 有頒布那個幸福兒童的那個成長法 我們就配合這個理念 然後去成立了嘉義市的那個推資源中心 因為可能有些家長並沒有足夠的這樣的教材或是匯分 那當我們來到中心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有這樣的資源可以他們使用 那當然我們針對是0到3歲之間的小朋友 手作課程啊或是音樂旅動的課程 期待說有一個中心能夠提供給家長跟小朋友 有一個共同可以成長跟溫馨發展的地方 嘉義市西區托育資源中心 開設了多元親子活動及前能開發課程 激發0到3歲嬰兒的成長發展功能 我們希望課程中啊 小朋友可以學習到他們成長階段應該具備的能力 並且激發他的創造力 媽媽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 親子間在透過這個一邊玩遊戲的過程中 他們就增進了那個互動的關係 情感的交流 因為小孩子在家會無聊 然後沒有地方跑 所以會想說帶來這邊認識其他的小朋友 媽媽自己在家比較累啦 媽媽在這裡放鬆 那其實這上面讓我就是收穫蠻多 就是幫助我去更了解孩子 他有一些發展可能在我在家裡面是看不到的 托育資源中心結合許多福利機構 反給予嘉義地區的家庭更多完善的托育服務 我們只要跟其他中心維持一個那個托育資源網絡 包含嘉義士跟托育服務有關的單位 那我們期望說這個網絡能夠越來越大 定期有個會議或是有其他的形式的活動 讓嘉義士的其他市民知道說 原來我們現在實在有很多可以跟他們 提供福利資源的單位這樣子 學齡前是孩童成長的黃金期 在托育服務的輔助下 促進孩子的潛能激發及親子關係的建立 讓現代家庭的育嬰過程更加順利 中正義報隨育產成小官 嘉義士報導 小子化是台灣目前遇到的最大教育問題 而偏鄉小學屬於最直接受到影響的一個族群領域 目前許多中小型學校發展特色教育 結合當地的特色以及社區資源 為此免於病消危機 但在課程的設計以及教師的相關能力 仍須有教程的訓練配合 普遍認為相對於都市 偏鄉小學在人力物力的教育資源都較匱乏 但目前偏鄉小學最需關注的卻是教學品質 在我的這樣一個瞭解當中 其實它面對的那種資源的問題 不是量的問題 是質的問題 我倒不認得說偏鄉資源是匱乏 而是那種品質不如我們的意期 或者是不符合學校的一個期待 近年來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 偏鄉更受到直接的衝擊 發展特色教學已成為趨勢 但發展之餘有需要被重新思考的觀點 這是現在一定要走的路 因為偏鄉小學 這個少子化會影響 之前我們的學校因為一直以病校為基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展我們的特色 讓社區看見就會覺得說 這個學校是有被保留的一個必要 所謂的特色是誰的特色 這種好像可以讓媒體來報導 可是對學生來講的話 是他們受用的特色 在小學教育階段 它是基礎教育 它需要的是一個均衡的 關注點在學生 關注點不在東西 不在特色 目前台灣混零教學的推動 叫其他國家晚 但在少子化的情況下 混零教學會更加普及 相對於的配奏措施 應提早做好準備 因為混零教學的話 就是等於一二年級和尚 三四年級和尚 那這樣的話變成很多課程 必須老師去重新做教學設計 就是說在未來 如果人數還是持續下降 就一定要實施 所以我們現在都有在做準備的動作 就是都有派老師去取得證書 其實我們就是要去營造一個 對學生最有利的學習環境而來 對他的社會發展認知發展都有幫助 在混零的情境裡面 學生可以學會自主學習 學會怎麼跟人家一起學習 學會怎麼從團體當中 自己互相激盪互相切磋 而不是傳統說 我只能對老師這樣子 來私生之間的互動而已 所以那是有很多的策略 課程要怎麼編 班級訓練要怎麼做 學生要怎麼支持 那些都需要一些規劃 需要老師爭能 這就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一個配套措施 我覺得說只要有一些 推動了有一些配套措施 能夠按照一個 一個有規劃的進行的話 其實這種展望還是樂觀的 偏鄉小學的教育資源分配 已經不是首要討論 教育本質的回歸 才是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中正醫報 許文心 丁維勳 嘉義中普報導 接下來帶您觀看本期的活動資訊 人文與運送資訊 有新聞 於今年3月8日至28日參與2018年 嘉義縣創意劃迴連展的油畫畫家 丁敏珠 從小喜歡畫畫 58歲時開始正式學畫 走過20個年頭仍堅持不懈 將真性情融入作品中 和大家分享鮮豔的色彩 嘉義油畫畫家丁敏珠從小喜歡畫畫 但年輕時忙於佳績 直到58歲時開始正式學畫 至今70歲仍不放棄 我真的覺得人生要把握 你假使有興趣的話 你就有一個彩繪筆來畫 畫持你自己喜歡的那個感覺 丁敏珠於今年3月8日至28日 參與2018年嘉義縣創意畫會連展 在嘉義民雄協志工商展出油畫作品 其畫風色彩有濃濃的個人特色 因為很多人說我的畫就是 強項就是顏色都很亮 所以我畫每一幅畫 顏色都畫得很鮮艷很繽紛 那也算我的專長吧 他在畫那個景物 他的構圖就好像我們蓋房子一樣很穩固 而且他對色感方面 我覺得他的色感非常好 跟老師說 我說我的畫為什麼都是好像是一百億元 顏色很亮 他說就像我的個性 我真的有一點真性情 是不羈小賊的那一種人 陳與丁敏珠於2004年共同舉行 在根源雙書的沒有失聯和各展的紅美珠 是丁敏珠於黃造方門下學畫時的好夥伴 彼此情同姐妹互相鼓勵 三十年的糖尿病 這次又那個暈眩 頭上有一個白點 那個白點醫生說那個是中風的現象 其實我身體不好 但是我還會繼續 不怕輸 那我一直在鼓勵她 她一定要再走出來再重新畫畫 因為她畫得不錯 就從此不畫好可惜 她這次有聽我的意見 她又要去上課 丁敏珠和紅美珠認為 繪畫能紀錄內心感覺 將感動藉由畫作永遠留在家人身邊 我們不是在計較成不成名 這個大姐也不是計較成不成名 我們有東西留下來 給你的小孩 給你的家人 那是一種留戀 年紀大我們會有這種想法 別人我不知道我是這樣 大姐也是這樣 她的東西都已經都被她女兒收藏 丁大姐她小孩都很引她媽媽為之 阿媽畫家丁敏珠不被年齡局限的 學習精神與鮮艷畫風 一同被記錄在其有畫作品中 中正一報 林文秀 王健佳 嘉醫師報導 阿里山樂野部落中隱藏一間 製作原住民特色皮雕的工作室 而工作室的創立者在加入鄒族部落後 不斷創作出許多充滿原住民風味的皮雕作品 除了一展自己的工藝技術 更重要的是讓更多人看到在皮雕上的 原住民文化與故事 在鄒族傳統工藝中 時常使用木頭 樹藤 皮革等作為材料 而在阿里山樂野部落的 新皮雕工作室 就是以原住民文化為皮雕作品特色 創立金皮雕工作室的秋美會 本身是台東布農族人 加入鄒族部落後 在部落社區大學學習製作皮雕 也開啟了他對傳統工藝的熱情 因為你做這個就是希望更多人欣賞他 當你的一個作品賣掉的時候 你就會很開心 所以有人欣賞我的作品 所以他才會願意花這個錢去收藏 雖然有些來訪的遊客 對於古老原住民流傳下來的皮雕文化 有所批評與質疑 但還是不減他對製作皮雕的熱忱 他才會想要去了解 熱愛傳統文化的秋美會 雖然離開家鄉來到阿里山 也不忘為原住民的傳承失誤而努力 而他製作的手工皮雕中 不只讓人看到他對皮革工藝的熟練技巧 也看出他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熱情 傳統旗袍曾流行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在國民政府遷台後 帶來第三次的旗袍風潮 但在現代服飾出現後 鮮少有人把旗袍視為日常衣著 而是在特定的節日時才會有的選擇 而嘉義僅存的一間旗袍定製店 櫥窗裡擺設的是一件件 又傳統工藝和老式器具縫製的手工旗袍 李清江師父做旗袍的經驗超過50年 對每個細節了弱執掌 但現代人多穿著輕便衣物 嫌有機會穿上旗袍 以前沒有那麼多交流 所以這旗袍就比較多 那現在已經有互相交流 出去就是買一個紀念 還是買一個旗袍灰 可是大陸是比較簡單 看起來好像比較粗 可是最便利 因為現在這樣子 這旗袍這樣 你喜歡還是有長手要穿 你一定要來做 那如果你說這平時穿旗袍 這工作在這裡 不可能 如果你要嫁妞 要起就一定要 要做一件旗袍 我媽媽還認為旗袍是一個很端莊的服飾 那我看我媽媽在正式場合 也都是會穿著旗袍 我們選擇花樣是比較典雅的 其實它可以適合很多種場合 百貨公司裡面還是有一些專櫃 服飾店 有一些它會去大陸 或者說我們台灣 可能有一些工廠做的那個旗袍 自己也會找師傅做旗袍 除了旗袍的產業面臨危機 旗袍上的盤扣 裝飾品等生產業也失傳 定製盤扣已成為絕版品 現今使用的皆是婦科品 盤扣是這樣子的 盤扣如果你要實際手工做的比較精細 做那個花客那個師傅 還有人家大部分都已經去世了啦 覺得這個花客好像結本 材料行啊 可是當時用那個線條做 那我們自己清掃就是 你滾什麼邊 剩下那個布才是做法盤扣 改良式切法就是 這也是弄假的 後面是辣的 那一出來的話 好像小姐和一般人 就比較會有接受 形式就比較多了 就是我剛剛說 雙筋的 開前面的 水滴式的 手工定製的旗袍和現成品不同 能夠依照個人喜好修改 在做工上也較為精細 定製就是 像你們 客人比較放心 你量了 然後再做 就比較有信心嘛 那現在有改良式對不對 這裡切一塊 切一塊 它的棋法就比較有 中西合併的味道 因普遍性低 傳統旗袍成為顧客 在特定場合上 才會有的選擇 師傅也會縫製 改良式的旗袍 讓多種元素融合 也讓旗袍有更多的可能性 中正一報 雲林縣斗六市的行企紀念館旁 有八間老舊屋社 有一群人將老屋改建成清涼合作社 希望用合作經濟的模式 形成生活聚落 並求化各式各樣的組織與活動 致力於討論公民議題 培養雲林在底觀點 並以實際行動成就他們的理想 身為離鄉背景的大學生 除了埋首孤獨四年 還能做些什麼呢 在雲林縣斗六市行企紀念館旁的老屋聚落 有群青年在異鄉著手執行他們的理想 現在的年輕人其實 賺大錢已經不是我們的夢想了 我們很少人會說我的夢想是賺大錢 通常我們可能會再尋求一種好的生活方式 或是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那剛好乘租到這樣一個基地 它小規小可是它每一棟都有它的特色 所以它我們當初在了解這個地方 然後就覺得說這地方未來勢必要走一種生活聚落的形態 在這些條件下 合作經濟是一種可能性 這些人在這邊生活的方式 其實某部分也代表了微型的雲林的生活方式 青年們籌劃了各式各樣的組織 研究食安問題的食堂 探討在第一題的公民會館 以及藝術家進駐的工作室 巧樣的空間利用展現了青年豐沛的創意發想 在這裡面我們都置入蠻多 就是跟所謂的公民議題有關 像手造食堂其實也是 手造的意思其實就是挑食堂 你從去挑一個你吃的農作物 其實它背後你可以帶到很多 可能是關於台灣工業污染 台灣可能農田被污染 透過挑食這件事情在引發年輕人去思考 關於自己生活的環境的問題 學生要在異鄉做菜其實蠻難的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他們能夠來這個地方 除了你去外面用餐之外 其實你還能夠親自動手去做一道菜 所以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每週都會有一堂課 就是有關於食物的這一堂課 怎麼來的然後怎麼上桌 整個流程有教他們 啟用執行半年至今 八屋聚落透過演講、策展、市集等 靈活的活動方式 挖掘在地公民議題 積極與文創工作者合作 並期望激發社會大眾的共鳴 這半年具體的成效就是 這八個空間都已經有新的面貌 會發現來這邊的人 其實都是在地人比較多 對,那他們都有感受到 這個周邊的變換這樣子 那至少像我們在這裡 因為這個點是三月份 我們才開始進駐 對,那在這邊其實這一個月內 就聽到蠻多在地人經過的肯定 就是說這邊變得蠻漂亮的 對,老屋在這片土地處立已久 青年們賦予他全新的使命 今後他們也將繼續在這座 親手打造的夢想基地 實踐屬於他們的公民報復 從正義報 劉宥偉 林茲瑜 雲林斗六報導 曾到英國遊學12年的Terry 為了實現夢想 結合了喜歡的烘焙以及所學 在嘉義市開了一家充滿藝術感的咖啡店 將到底的飲食下午茶帶進台灣 十分具有特色的咖啡店 外觀像是設計工作室 但其實它不只是一間設計工作室 我是當初最想要的是 開一個室內設計工作室 好,那我開一個工作室 我要怎麼樣讓人家選擇我 然後願意把它一生的积蓄交給我 所以我想說那我開一個公共空間 每個人都可以進來看到我的設計 他如果有喜歡 那找我做室內設計 這就是一個互信的基礎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我就是回想說 我可以開什麼樣的公共空間讓人走進來 那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嬰兒部 高中的時候 我考了一個烘焙的執照 那我就可以把它運用在裡面 然後鹿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動物 所以我把它放進去電的元素 鹿呢 它是一個很明銳性的動物 可是它不會去攻擊別人 但它不會 雖然它不會攻擊別人 但它也不是笨笨的都不知道 什麼事情發生 那反觀現在的社會 很多時候 別人為了要被看到 就會踩著別人的頭頂往上爬 在自己現在來說 我很不喜歡 這種很 不 怎麼樣 不健康的生態 所以我期許自己跟鹿一樣 有擁有敏銳性 可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子 除了每週有住點的占卜外 店內也放了許多道具 歡迎大家拍照 不但提供甜點和鮮食 也是顧客們熱愛的打卡地點 就是很舒服耶 就放在家裡 對很危險 那其實我們最有名的呢 是Scon 石康 就是英式的石康 然後搭配我們自己做的國家 然後鹹打的奶油 鮮食的話 鹹派 就是這個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在英國吃鹹派都是吃冰的 可是台灣的人不喜歡吃冰冰的東西 三明治也不喜歡吃冰的 所以我就把它就是 客人點的時候 我會再烤 回烤讓它變成 就是變成 然後我們比較隱藏的餐點的是 潮手 很特別在咖啡廳 然後這個潮手也是我自己包的 就也不是從外面來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在開這間咖啡廳的時候 因為我是國中 二年級就出國 十四歲 一直到碩士畢業 十二年我才回來台灣 所以我在想這些餐點的時候 全部都是在想英國我以前的生活 怎麼 我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的故事 然後我媽在旁邊就跟我講說 啊 吃不飽吃不飽 就是 你沒有一點台灣人的東西 沒有人會喜歡 然後她會覺得她沒有吃飽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因為我不想要很多有一點的東西 那我覺得潮手這個東西 可以做得很精緻 然後在咖啡廳也不會突兀 憑著老闆娘的堅持 及天馬行空的創意 這間獨具風格 又精緻的小店 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青睞 成為許多人想要放鬆 享受繁忙都市裡 悠閒午後的好去處 中正一報 陳向成 邱廷軒 嘉義士報導 在新聞的最後 帶您一同觀看 ATCC全國大專院校 商業個案大賽的活動畫面 我是主播蔡東站 我們下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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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周再見